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正手发球的下级 一定要先看上级 是Perser同侧脚在前 代表人物合冰胶 这样的站位很方便他做下一派的连贯 现在的国语双打中也有这样发球的 整个球会从外往里飞 推球很难借力 再介绍两名单打用正手发球的选手 而且他们的对手刚好都是拿督 那么面对拿督这样揭发球变化非常多的 那么使用正手发球能够极大的限制他第一派接球的能力 球一过就从上往下坠 那么搓球和推球都很难接到力 所以说正手发球如果和我们技战术配套的话 也是很强的哦 那么我们球拍接触到球的时候 注意那么我们一个引拍过来 不要让我们的肘去带动小臂往上悬 那就成发力球或者偷后场 我们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拍面向斜上方 然后一定要给这个球有一个 削球的右后侧 右后侧的效果 削到他 无论是在我们的外侧还是在我们身前 只要能削到这个球 球拍适当的往下带一点 这个球就不会高了 拍面向斜上方 保证这个球能够往 拍子向下带 是保证他不会高 那么第二种战法 除了左脚在前还可以 持盘手的脚在前 那么这样发完球之后 更方便我们右脚在前准备 对吧 单打的准备动作都是右脚在前 那如果我左脚在前的话呢 还要换一下 但是这要跟我们抓点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现在要抓推 我可以左脚在前 比如我现在要拉掉 我可以右脚在前 还有任何一个位置都配着不同的战法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真正弄明白之后 跟自己的技战术去配套 配合着小球 以及也非常有隐蔽性的打 透厚着 那么正手发球 有他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如果和自己的技战术相匹配 也是很强的哦 人在家中躺 求务心终掌